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也有比較看起來成熟一點的面目 還有我看到外國同學 Do you understand Chinese language? OK 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請到鄧凡 唐政委員 來給我們上特別的課程 社會創新 社會企業 我覺得我實在不需要太多介紹 我們唐鳳政委 大家上上網 Google 就一場一場出來 可能各位印象最深刻 對我來講 最深刻就是他從小是個天才 在學習正式學校裡面比較辛苦 但是他自己自學 所以今天成為資訊方面的專家 我覺得我個人認識他 還有跟他的接觸 我覺得唐鳳 唐政委的最大的特色 不是IQ 高 是EQ 非常高 他自己也特別去學溝通 所以他可以在政府裡面 以高IQ 印象裡面那些天才級的人物 通常在俗世裡面非常難跟人家溝通 但是我們唐鳳政委非常不一樣 他非常善意溝通 而且超級有耐性 所以我們今天很高興 他來跟同學分享一下今天的主題 好嗎 我們大力鼓掌歡迎一下唐鳳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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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或者是任何時候舉手或不舉手答案我都可以 但是我知道這個機率不大 但是很像講的 對 然後呢 如果你上了slido之後 可以輸入今天的日期 前面加一個零 就是零一一二八 那個就是今天的event code 就是今天的聊天室的這個編號 當你輸入之後呢 就會進入一個跟任何聊天室 沒有什麼兩樣的一個聊天區 那這個聊天區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是說它是匿名的 因為我們之前只要是問問題一定要具名 就只會受到一些不痛不癢的問題 但是因為如果是匿名的 就大家就可以 因為反正大家都按摩手機 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就可以問一些比較有挑戰性的問題 這些一件事情 就0128這個聊天室 如果已經進來可以先說聲嗨之類的 然後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問題呢 你也想要問 那你只要按讚就好 那這個系統還會即時的 把大家按讚數量最多的 配到最上面去 所以呢 這個嗨就比底下這個中文的嗨 要多一個讚 所以它現在就是浮到了上面來 那每次浮到上面的時候呢 我就會去說 那我們現在就來討論這個問題 然後呢討論完之後 我就會把它收起來 所以我想這個系統應該不難使用 所以大家在就是討論完一輪 或者安安玩一輪 之後呢 這個大家就可以想一想說 有沒有什麼想聽的 然後我待會可能先放一些影片 讓大家大概知道 我在新專院裡面做的事情 那大家在看影片過程中 如果有想到任何問題 跟影片都不需要有關係 我再次強調就是 任何問題都可以問齁 我不一定答得出來 但是我試著回答齁 那有些根本不是問題 只是一個emoji的 那這個我們也尊重 對那這個 就是很高興來中間大學 好 那所以我接下來我想不多耽擱時間 我在行政裡面兩個主要的工作 一個就是社會企業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開放政府 那這兩個我們都花了一些時間去拍一些短片 所以我待會呢 會先放一個 關於開放政府的一個基本概念的一個短片 那這個我想各位如果是學這個的 這些概念都已經非常的清楚 就是包含透明啊 參與啊 客責啊 就是可問責性啊 accountability啊 這些東西 那但是我們的挑戰是怎麼樣 讓對這些沒有學術概念的朋友們 可以有這個直觀的感受 所以我們試著拍了一些這樣子的影片 那在過程裡面 大家隨時想到任何問題 就在slider上面發問 所以第一個要播的就是 我們在農曆年的時候 拍了一個影片 試著去把開放政府的四個主要的原則 用大家感覺的到有感的方法 然後去加以產事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放 好 那聲音的部分 看一下 這邊的音樂要怎麼開啊 有沒有 沒關係我只有弄跟你們的方聲音 第一道工序 是一個的 帶來東西 然後來看 今天會接下來的食材 今天要看 قول 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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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牛、牛、牛、牛… 商中開放制授權 協調化資料 貨庫的DNA 幾顆愉快的新 一起要準備 這個開放整個大火鍋 欸我來了 跟大家說一下 雖然開放是很重要 但是呢 把人家的食材放在一起 也是很重要的 本质在那 火鍋的關鍵是高湯 高湯就是用用洋蔥、薄薄、青菜一起炒煮 還有七七十五個小時 然後最後還有分布、菜頭 來增加高湯的深度 等一下,等一下,不對,不對 我告訴你,我媽媽教我們家煮了八百年的 這個湯裡面一定要有 蔥、薑、蒜、辣椒、花椒 要先炒過 再放點不重要 芭蕉、薄薄、薄薄、薄薄 欸!蒸什麼蒸 別再蒸啦 讓線上正在參與 公共政府開放直播的網友來告訴大家 這什麼 參在一起做就你 臺大火鍋補出行的 笨蛋 他們都沒有說笨蛋嗎 這食材真新鮮 是誰負責的啊? 噢 這湯頭真乾淳 是誰負責的啊? 是我 我 我我我 火鍋最重要的就是沾醬了 所以我說哪個醬是呢? 放不上來 呃 沒事 欸這個素食可以吃嗎?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減肥可以吃嗎? 大家放心 我們火鍋制定的過程 不但從最先起就納入了各界的專業意見 而且呢 在過程裡面也會照顧到各個不同的理想外的全貼聲音 只有這樣子才能夠讓全民的腰圍和本幸福之數達到最大值 太好吃了 我從來沒有吃過這麼開放的火鍋 食材料理方式做公開在裡面 參與的關係人都可以盡情的發言 再配合竹子稿的發布 讓我們來解了解料理的過程 為什麼 為什麼要吃到這麼開放的火鍋 要是我以後吃不到怎麼辦啊? 沒有關係 他吃不到你 現在就上午PG4點TW 從孟室圍鎖進入一間小室的網站 讓大家隨時都能夠更新開放這門的資訊 必須祝大家 心想如意 紀念新大運 耶耶 那這個那時候算是一個火力展示 主要是讓大家看到我們院裡已經有十幾個人 現在當然已經二十幾個人了 那我想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其實就是想吃這個東西 自己進廚房住的這個概念 進了廚房 才會知道廚房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辦公室就用各種各樣的方式 去跟每個部位建立聯合人的制度 去跟15位的intern的見習生 也有好像有中山的朋友 來就是做所謂的遠距的見習等等 我們在做的事情大部分都是讓大家 只要看什麼不順眼就可以畫悲憤為力 這樣講嘛 就是所謂負能量也是能量嘛 所以好比像說 就有朋友這個看報學軟體不順眼 就來提案說報學軟體難用到爆炸 然後我們就來辦了五次的工作坊 請這些在連署平台上面抗議的朋友 一起來設計報學軟體 然後一直設計到明年的報學軟體 就不會耐用到爆炸了等等 所以就是說我想整個目的就是說 你只要畫得有道理 基本上我們就會讓你進入決策參與的這個過程 那在這個過程大家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可能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描述到的 而是必須要做非常非常清楚的這個User Journey 大家要貼非常非常多次的便利貼 用相當多的這個Design Thinking的方式 來一起做服務設計 那甚至要辦這種服務設計工作方法要辦相當多次 那這整個過程裡我們都是用一個開放的方式 去做一個叫做政策履理 那它的目的就是說 不是只是這單一個軟體 而是說任何類似的東西 工部門想要跟民間一起創造的時候 Coreate的時候大概可以怎麼做 所以大概是我們在行政裡面 開放政府的這個部分做的事情 當然還有很多別的影片 不過通常我們這個時候 還是會來看一下Sidal OKSidal 目前還是說安康一集歡迎歡迎 表示我應該放下一個影片了 那所以如果還沒有問題的話 我就真的放下一個影片 我們在做開放政府的工作裡面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要知道大家現在最心最關心的 最希望大家把議程 就是我們討論的agenda放在那裡的這件事情 那這個東西在以前呢 通常是透過就是民意代表 或者是主流媒體來反映一部分的 這個大家關心的事情 這個當然還是很重要 那所以我們更相信說 面對面的溝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自己目前就是固定每雙周的禮拜二 就會固定到行政院四個地區辦公室 那今天剛好就是在這邊 所以我兩個月之後一定回這裡 那所以我接下來就是到華東 然後中部 然後雲家 然後又回這裡這樣子巡迴 那我在台北有一個空總 有一個社會創新實驗室 我每個禮拜三就是那邊是我的office hour 任何關於社會創新有興趣的朋友 隨時都歡迎到那邊來找我 那來找我的話 我們同樣的道理就是會把它整理成一個 我們叫做一個track 就是track.pt.tw 它就是從我進政府以來的 開過的 主持過的院內 院外 所有的會議 所有的出資稿 都公佈在我們pt.tw 那這個其實是 就是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 所謂的擬稿階段 就是我們還沒有形成決策 還在想要做什麼的時候 其實它除非對公益有必要 不然一般是不公開的 但是因為我進院之前 我跟院長的勞固協商裡面 三條就包含這一條說 我碰到任何資訊 我不接觸機密 那我碰到任何資訊 我都覺得公開對公益有必要 所以我主持的所有會議 所有這些東西 它的主資稿就會在這邊讓大家看得到 所以像我們社會企業的巡迴會議 今天是第三場 那第一場跟第二場 其實在這邊就已經都可以看得到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不是像一般的會議 是什麼議程啊 主席結論啊什麼東西 是每一個人講的每一句話 的每一個字 我們叫做暗字管控 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每一個都有超連結 你都可以單一的分享出去 所以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沒有任何大家講的話 是會被丟掉的 任何人講的每一句話 它都會進入接下來下一個會議 變成大家討論的材料 那從紅岸到底 我的office hour 見到了所有的朋友 我也是把 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把大家的這個 關心的事情 和平方記者查序的時候 大家問的事情等等 去把它這樣子記下來 跟單單只是這樣子 我還是只能碰到 就是 主動來找我的人嘛 我還是不能夠知道說 那些不認識我的朋友們 最近關心什麼 所以呢 我們就使用了一個叫做 Join的一個平台 那這邊可能 大家有看過Join平台的 可以舉個手嗎 就是至少有上去過的 沒有特別多 大概五分之一 好謝謝 對 Join平台它大概是一個 很有意思的一個網路平台 在上面有三個主要的功能 一個是提點子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請人連署 連署到五千個人的話 大家就 就是政府就必須要回應 回應當然不一定 最後會成真 就是說 我們有算過大概連署 百分之六十左右會被參賽 那但是百分之四十左右 其實就會得到一個 為什麼不參賽的回應 就是說大概是這個分布 那還有就是所有政府的 法規命令的預告 都會在這邊預告六十天 然後接下來就是院管靠的 所有的計畫 錢花到哪裡去了等等 都會在這邊進行揭露 那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一戰式的 就是大家對什麼東西感興趣的 這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在之前呢 常常碰到問題 就是說它只要碰到跨部會的案子 反而是大家最關心的 比如說Facebook上面 出現很多詐騙 就是電商詐騙 那這個東西它一旦跨到 兩三個部會以上 每一個部會都只能回一小部分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個部會的解釋問題 並沒有在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透過一個叫做 協作的概念 就是collaborative meeting 就是並不是任何一個部會 或者任何一個參與者 就比別人大 是大家像拼拼圖一樣 一起來把這個問題解決掉的方式 來處理連署裡面的跨部會的議題 那關於這個呢 我們也拍了一個短片 最近如果大家有看一些新聞的話 有一個新聞是說 我們花了六次的會議 拍這個短片 那個是記者的一個誤解 我們已經澄清了 我們六次會議是去設計報稅軟體 那我們拍攝的短片 事實上就是只花了一次拍片的時間 就是大概兩個多小時 但是呢這個短片呢 它確實是很具體而為的 去把從一個連署的提案 到我們怎麼樣跨部會的處理 用模擬的方法來進行討論 那所以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還是 wonderful 謝謝 謝謝 我先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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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系 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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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殘忍了 下面的動物糖目不用負責嗎 我決定要上網聯組 看起來好像只有三分之二的人 我看懂就在等 所以我再稍微介紹一下 之前PTT上面曾經 謠傳過沙維瑪是一種生物 它只要那個鐵插標 超過它的沙維核 它就會一直長大 所以它是一隻動物 然後就一直沒有死 然後就一直叫音樂代表它這樣個點等等 所以這個笑話 事實上當時有一陣子還蠻熱的 就是有人來連署平台提這個案子 就不是假的 只是說它當時並沒有真的到五千票 就被剝回了 那我們是假設它有到五千票 但是所有其他的部分 包含更不會皮喔 都是自己演自己都是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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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的小明提案 因此在今天是說鑒剪 items 三個月在通知後 接下來 realm的表演 最次提供的網友 帶到一個小明的寫作組織 各衛生的主要寫的 這些是小明 información 聯繫會番 動物保護的部分的話 因為物場裡面的 宣服傳統起論 都是疑心的物 所以這兩回街的鬥 跟國人都會無關 所以物場就來 單任主會 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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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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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Yi 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字幕——Yi 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字幕——Yi 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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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Yi 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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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Yi 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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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Yi 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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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